大家好, 琪姐今天是聚餐日 和朋友一起聚餐 琪姐准备做炒米粉 很简单, 这些米粉一包 在果仔店购买 有虾米, 我已经浸泡了 有蛋, 味道很简单 这是老抽, 草菇老抽 这是蠔油 稍后会调汁 就可以容易炒粉 还有熟芝麻 炒好了 用什么炒呢 这些是酵菜 应该买菜心 这两天都下雨 我用酵菜 还有些是冲 我们想去泰国寡 我会开一罐长城牌 午餐肉 有些网友说 午餐肉会有防腐剂 是的 所有制成食品 都一定会有少少防腐 除非你不吃 除非你那个调味品 这些食品 全部都只是盐和香草 是否做到绝对这样 真的很难做到 如果不是一定会吃到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醬醋里面 都是有防腐剂 一瓶蠔油 一瓶豉油 可以等成两年的 那你就想 一定会有些东西 在里面 所以 你说小食 是的 可以是小食 但是 不等于不吃 有时 人真的好有趣 有些东西 我们都会摇制得很重要 也都见到很多很摇制的人 都不等于一生没有病 平平安安 有时真的都很讽刺 好了 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午餐肉 我会是切成午餐肉的条 所以就用它没那么刮 你可以是用肉片 牛肉片也可以 但是有时 既然买到 这些就很方便 也是挺好吃的 好吃的东西一定是不健康的 就像油炸那些 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吃 一些低炸的东西 甚至是耐耐地 都想吃一包薯条 但是都是明知是不健康的 有时就是人就是很有趣的 明知都会是深思思想吃的 我们切成粗条 不要切得太幼 因为午餐肉很容易散 所以我们就不要切得太薄 要做了米粉处理 其实叫做打米粉 好了 现在就把这一包的米粉 都放到水里 现在的水不是爬爬爬滚的 就好像虾眼水 我们就开始放这些米粉下去了 浸一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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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把这个盖子盖上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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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后来也不能收服 我就宁愿剪掉 就不要了 现在就继续接着来说 其实我们拍视频 不但要构思 我今天要做什么 说什么 然后拍摄 拍摄之后 剪辑 剪片就是最耗费时间 所以有很多youtuber 他们喜欢做直播 直播就直接出了街就算了 而且流量也很大 但是做直播 不是每个youtuber都合用 十几二十分钟的影片 但是在后面那一部分的剪辑 制作封面都有很多功夫做 所以都是付出很多时间的 对于全盘 是自己一手一脚去做的时候 很多事情可能是 视频以外就看不到的 有时电脑上的问题 自己都要去想办法去解决 还要继续去看一些资料 如何去修复 真的付出良多 如果不是兴趣 都没办法每天一个视频 现在我们的米粉就在焗水 现在我们的米粉就在焗水 现在在打米粉 焗水 我们要调一个味 调味就很简单 大概的 我现在今天就三盏米粉 即是一包米粉 我就放一斤半 这个老抽 全部放进去 这里一斤半老抽 我们就放这个味淋 是甜甜的 这个味淋 放多少呢 我就放一个汤匙 的味淋 是甜甜的 我就不放糖 不够咸 可以加少少这个味极鲜 我现在就放蚝油 我就觉得是够了 味道 就不想它太咸了 大概是这样 一个瓶羹 这个汤的瓶羹 就是这个蚝油 我们开起了汁 待会炒 就不会手忙脚乱 因为炒粉 一直用筷子去挑起来炒 如果是炒不均匀 那些米粉就变得 一些是有颜色 但是我们开了这个汁 逐小逐小的放进去 就一定会均匀的 那些颜色 我再给这种味淋 有网友问我 这一瓶是什么 是不是蜜糖 不是 是一些调味酱 是Costco有得卖的 因为不想放太咸 午餐肉其实它已经有味 是些菜是些粉 我们大概是这样 一瓶 大概两个茶匙 这个是味淋 这个是味淋 其实你说 吃所有的调味醬 里面有没有防腐剂 我觉得就应该是有多少 你除非不吃 除非真的 只是用盐 用香草来调味 如果不是 好像我们有时候都避无可避 尽量吃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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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是没办法的 你想有些味道更好吃 特别有时候出去聚餐 可能你吃得很淡 但是你炒到东西出来 每个都不吃的时候 你都很尴尬 因为你不够味 是吧 茶姐很多时候炒到粉面出去 大家都争够吃 好了 我们现在就加水了 一定要加少许水 如果你再想是好吃些 你就可以放糖 但是我就不会放糖 我真的甚少在我们的家里 出去吃也好 什么都好 我尽量是能够戒就戒 戒不了也没办法 整容那块味淋 因为它是好像一些膏 我们就去整容它 其实都挺够味的 那你说可能不是太够 那你就可以是 放少少少 味极鲜 就真的不要太咸 太咸就很难吃 放少少 放几滴 我是拿一个味道 你可以放些蒜头 也可以放些红葱头 但是我今天有葱 我就不放红葱头 因为现在红葱头 我撕好 都是急凍了 今天就不放了 就是放些葱头 好了 待会米粉软身 我们就开始用来炒 加些粉焗水之后 你看看 很淡 很松 很淡 就不会炒起上来 就不会断了 你看看 通过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炒得了 在这段炒米粉 在这段炒米粉 视频里面 我尽量都不剪 希望有些在这边长大的 CBC、ABC、卡姐都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子女 他们都很希望看到全程是如何炒 现在我们就爆香了些虾米 和蔥倒 这些一定要用油爆炒才会香 然后打两只蛋 不需要煎蛋皮 这么复杂 基本上食材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要想一想 按程序炒好 一锅过 快快手手做起餐 做到些东西出来吃 又不用这么多时间在厨房 将自己的日常时间 在厨房解放出来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实时间如何去管理 也是我们的人生智慧 很多人就说 真是做的也做不到 我有个朋友就说 这些东西真是 不知道怎么办 排山倒海也做不完 其实有个时间管理 还有很多东西 就算你一个家庭也好 一个厨房 小小的厨房也好 你管理的厨房也好 样样就好得心应手 特别我们的厨房 如果我们的厨房 是天天都要用的厨房 有很多东西 我们就要放在灶台旁边 很方便的石油酱醋 我们就拿起就可以用了 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家庭 放到好像 open house 那些展览屋 那样 什么都收起来 一度煮饭 又要搬出搬入 见仁见智 其实家 就是每一个人生活的 最重要的地方 你出去工作也好 你出去做什么都好 特定的时间 你就一定是有归家深切的了 我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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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了 所以家 也是有烟火器的 我们要煮食的厨房 不需要像别人说 要做到一尘不染 各样都要收起来 不是的 我们真的拿起手 砧板 菜刀 豉油酱醋 一定是在我们最顺手的地方 可以马上拿起来煮食 这就是我们的家 不要把家混淆了 如果你真的想到 好像酒店一样 那你可以 久不久 你又可以出去玩 租一两万酒店来住 那你就有那种感觉 现在我说到这里 那些刚刚调了的 调味料酱汁 我们就逐点逐点 放进去 一定是用筷子来挑 你就不要用锅铲 不是说锅铲不行 而是锅铲没那么灵活 筷子真的很好用 我不但自己是用筷子 我自己是西厨 我都喜欢用筷子来炒粉面 我同时也教了很多 我很多本地白人的朋友 或者是西裔的朋友 他们用筷子 我说你不需要多 你买几对 甚至你有时外卖的筷子 你留住都可以 一定用来炒粉面 是很方便 也炒到出来的粉面 很漂亮 现在马上就看到 我使用筷子的颜色就很均匀 我说筷子的妙容就在这里 有时我们用的东西就不一定 好像全部西餐 或者是要买一些新泳厨具 其实最原始的方法 做出那些菜是最好的 其实阿卡姐一直都希望 想去买一个熟铁锅 一个生铁锅 但是阿卡姐始终都是住宅 我说是在买一个小铁锅 那个小铁锅 再放这些铁锅 就觉得很阻定 所以一直都定不了的决心 去买生铁锅 熟铁锅 我们唐人很传统的铁锅 就算了 我唯有买这些二结铁锅 这些二结铁锅 其实我这个二结铁 都是用了两个多月 基本上有时都看到 它开始有少少黄 也该是要换的时候 那迟些我就去超市 去买这些二结铁锅 有很多网友都问我 我说阿卡姐你的铁锅在哪里买呢 其实没有的 每间超市 唐银超市都有的 它有时是那些marble的面 韩国出的 它有时特价的 三十多元 买两个 看看你的铁锅是多少寸 有些是28寸 有些是30寸 有些是32寸 那你如果小家庭的 你又不需要买得太大 生铁锅和熟铁锅 一来你要养铁锅 二来真的很重 现在阿卡姐年纪大 拿铁锅都很重 洗生铁锅 熟铁锅 就不需要 给那些 洗洁精去洗的 每一次煮完之后 你就用热水去洗 洗了它之后 抹干 塗一点油 这样就养铁锅了 那些铁锅 分分钟是 用得 二、三十年 减肯定的 你静静一点 去用就可以了 现在我就 给了很多的酵菜 我这些酵菜 我是给酵菜叶 不是给酵菜铁锅 酵菜铁锅 你可以留回来 滚汤 或者炒虾米 腐竹 是很好吃的 这些叶 它也是用来炒粉面 就很快 就炒得熟了 所以很多菜 这一大盆 其实我这个铁锅 是三十寸 还是三十二寸 我都不太记得了 炒起一大锅 今天就可以拿着 这一大盆 去聚餐 有时很多朋友 说我不会煮啊 我是做沙律 你不要理别人了 总之 我们有几个聚餐的主力 就是粥粉面饭 有人煮粥 现在我前一轮 都跟大家介绍过 超市有一些 碗鱼片 一些脆肉碗鱼片 可以用来绿粥 或者是皮蛋瘦肉粥 或者是咸瘦肉皮蛋粥 放一点蚝丝 有些朋友喜欢吃 有些西人那些 可能他又未必喜欢吃 但是现在的西人都很Smart的了 他都很多方面去尝试 让我试一下 如果让他吃到上瘾 他们都会记住 你做那样都挺好吃 我炒粉面就是最安全的了 中外的人都会吃的 炒面我相信 在北美洲来说 很多西人都知道 炒面炒面 其实炒面 他们口中的炒面的语音 亦都是来自于说苦话的 所以炒粉面拿去聚餐是最好的 有时糯米饭 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 糯米饭好像很滑 那就炒粉面了 吃多少就夹多少 我就很喜欢 要么炒米粉 要么炒面 其实成本是很低的 你一包 我今天用完一包的排粉 米粉 你当它两个多 你比尽它 两个六 两个七 当它三元 那你一罐五餐肉 都是几元左右 还有些菜 还有些虾米 还有两只蛋 还有些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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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我相信都是 十元左右 给多它都是十二元 那这些饭 已经是做好了 这些饭 有时不只是说 拿去派对 如果在礼拜日的饭头 你炒起一锅米粉 你第二天早上可以带回公司吃 也都可以在周一的时候 你可以用来做早餐 你用真空煲 煮起一个粥 那你又可以送米粉 又好吃 又节省 现在我们出去吃米粉 也好 你炒的那些 或者是沙爹牛肉米 那些饭头 现在去到十多元 那都是一个人 如果两个人 就三十多元 那这一碟粉 就炒好了 没有什么油分 那些油刚刚 都是来爆香些 料头 爆香些葱白 然后就炒个蛋 炒了那两只蛋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下了一次油 全程是没有下油的 那最好呢 就拿个二杰锅来炒 你说觉得它是不是很寡 因为我们有午餐肉 对吗 还有我加了很多菜蔬 这些菜蔬 刚刚大家看到了 我整盘菜蔬 是放了进去的 那这个就很好吃的 那也都没有什么油分 没有什么负担的 那我就灑了少少的白芝麻 那这一盘呢 拿到去聚餐 就秒杀了 个个人夹一碗仔 就没有了 也都是很简单 都不用切肉 腌肉 你开一罐 或者五香肉丁都可以 或者是你再吃得heavy一些 罐头扣肉 你放一罐下去都可以 是很简单的 很多人就觉得 粥粉面饭是炭水的 但是有时有少少炭水到肚 才够饱的 你特别上班 一早早 由家出门口 到你吃晚的时间 哇 成早早 如果你真的要吃沙律的话 你长期下去 你饱不饱 特别在加拿大 有时真的很寒冷的时候 没有热能的 不饱呢 也都很辛苦 搞定了 这个餐 是很容易做的 好了 下期再分享